这部电影绝对是颜色无下限 暴力满天飞 让人看了甚至能够精神错乱的 邵氏经典恐怖片 片中不知名女演员的卖力出演 让电影又增加了几分色彩 电影开始 事情发生在清末明初 镇子上的施家 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 由于处于乱世 他们家很快就被土匪盯上 施家一十三口 全部被土匪屠杀殆尽 尸体也全都被扔进后院的身井里面 整个施家就剩下一对母子 转眼间多年过去 当年的那对母子 母亲成了施家老太太 孩子成了施家大公子 很快 大公子就娶妻生子 并生下两个女儿 就在这天 施家老太太过五十大寿 他请了许多亲朋好友 前来为自己祝寿 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宴席上儿子竟然无缘无故地死掉了 儿媳也都因为伤心过度 跟着丈夫一同去领了盒饭 如今 施家只剩下是老太太 和两个孙女小美和小红 由于施家曾经发生过惨案 所以大家伙都认为 很有可能是鬼怪在作祟 可是风水先生却告诉施老太太 是因为当年井里的尸体 扰乱了龙脉 才导致地龙前来复仇 为了能够消灾避难 所以施家每月的初一十五 都会摆上祭品击败地龙 转眼间十五年过去 两个孙女在施老太太的培养下 全部平安长大 两个孙女害怕施老太太太太过寂寞 于是就让姨父和姨妈 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施家居住 由于家里的人口变多 施老太太又找来两名丫鬟 来负责日常的洗衣做饭 今天正好是初一 老管家就带着丫鬟来到井边祭拜 可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一声巨响 接着一只乌鸦掉落在老管家的头上 直接弄得老管家满脸是血 丫鬟看到这一幕后 顿时就下的大声尖叫 然后就跑到屋子里 告诉施老太太 可诡异的是 另一个丫鬟在做饭的时候 突然间他的头发就着了起来 还好老管家及时赶来 这才救了他一命 这个游手好闲的男人 最近不知道 在哪里学来了催眠术 为了能够验证催眠术 男人就把目光盯在 丫鬟小翠的身上 到了深夜 男人就来到小翠的房间 直接就将其催眠 在看到自己催眠成功后 男人便露出本性 和小翠来了一场 惊天地气鬼神的套圈游戏 画面实在是不咋好看 咱们还是直接跳过去了 就在这天小红 在等待着补课老师到来 差一点就被传说中的 血蛙给咬了一口 听到小红的尖叫后 所有人全都前来查看 可是补课老师一脸茫然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血蛙 于是老王就向他解释道 凡是背上有人 血和钢牙的青蛙 就叫做血蛙 老管家这时说道 只要有血蛙出现 就会出现不祥的事情 小红听到后惊恐万分 老王健壮 就不怀好意地安慰他 他先是把小红送进书房 然后就准备将其催眠 欲行不轨之事 就在他马上即将成功之际 小红却突然拿起一面镜子 结果老王把自己给催眠了 看到一下子熟睡过去的老王 小红赶忙上前查看 让小红没想到的是 老王清醒过来后 就想霸王硬上弓 还好老师及时出现 这才打断老王的阴谋 看到老师破坏了自己的好事 老王直接甩给他两个大嘴巴子 四十年前的绝版少师老电影她来了 相信看过的人不超百分之三十 青涩恐怖程度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下面咱接着说 这边老王的母亲 为了能够将施家的财产揽入腰包 所以她就让儿子自小和小美订了娃娃亲 就在这天母亲就找到施老太太 提起娃娃亲的事情 可是施老太太并不想答应这门亲事 于是施老太太就对她说道 小美为了施家决定终身不嫁 女人听到施老太太的话非常的愤怒 都已经订完娃娃亲了 说不嫁就不嫁 就这样女人怀恨在心 很快就到了小美二十岁的生日 这天晚上小美来到走廊 突然就听到房间里面传出来这丫鬟的叫声 于是小美直接推门而入 不成想里面竟然是老王这个禽兽 看到这种情况 小美并没有上前阻止 只是骂了一句便转身离开 可是她没走两步 再次听到另一个房间里面 也传出来同样的声音 小美同样直接闯入 不成想 这个房间里面竟然是传说中的地龙 随后 所有人全都阴盛而来 进门后 他们发现小美早已经凉透了 随后几人就跟踪地龙 发现她又钻进井里 老师看到如此的不科学 于是她就想亲自下到井里查看 也就在这时 施老太太突然出现 施老太太就说道 在多年前 施家一十三口被害 尸体全部投入井底 所以得对了地龙 之后就会有雪娃出现 而我的儿子和儿媳 全都死于非命 如今小美也死了 为了能够保护小红 施老太太 不让他们打扰地龙 可老师仍旧坚持报警 很快警察来到 他们同样也不相信 世界上有鬼魂之说 因为探长感觉这件事情 有些怪异 于是他不让任何人 自行离开市宅 过了没多久 施老太太的身体疑病不起 于是老管家 就把施老太太的医生 请来看病 可医生看过后就说道 老太太的病不严重 过几天就好了 可就在医生刚要离开的时候 丫鬟突然哭闹起来 原来丫鬟发现自己怀孕了 所以才对老王又哭又闹 非得让老王给自己一个名分 可是老王却感觉 就一个丫鬟 有什么名分可要 老管家知道事情的经过后 对着老王就是一顿输出 可是由于他的年纪太大 结果反被老王给推倒在地 深夜 小红突然就听到一阵 采缝韧机的声响 于是他就顺着声音前去查看 刚来到阁楼 突然就发现一个身影一傻而过 而且还掉落一件衣服 小红感觉这件事情非常奇怪 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奶奶 可奶奶却告诉他 最近家里怪事连连 以后不准再去 可是小红并不想就这样算了 于是他又带着一个丫鬟 偷偷地来到阁楼 进来后 小红发现 昨晚掉落实在地上的衣服不见了 他们还在阁楼上面 发现了许多老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 是爷爷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合照 这时 小红又发现了一本家谱 上面清楚地记载着 小红父亲离世的时候 只有20岁 小红又想到 姐姐死的时候 也是20岁 想到这里 小红赶紧拿着照片找到奶奶 在看到照片后 奶奶就告诉小红 自己并不是你爷爷的原配妻子 当年由于原配生不出孩子 所以才把自己迎娶进门 生了你的父亲 所以 照片里面的人 肯定不是自己 这时小红又问到 父亲和姐姐都是20岁死亡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而自己爷爷马上就要20岁了 自己会不会像父亲姐姐一样死掉 奶奶听到这话后就说 这是地龙降灾施加 所以才造成这样的事情的 等你快到20岁的时候 我就会把你送离施加 免得横遭灾祸 这边丫鬟阿宇把昨晚和小姐 一同去阁楼的事情 告诉了另一个丫鬟和老管家 管家听到后就说道 你们还是少管施加的事情 免得惹祸上身 说完后 就将阿宇给拉走了 这个古宅太诡异了 只要家里的年轻人马20岁 就会离起死亡 背后的原因 竟是因为一己私利 话不多说 下面接着讲 此时屋子里只剩下小翠一人 准备晚饭 小翠一直有个坏习惯 不论做什么 他都喜欢留一点自己吃 而他今天把鸡汤倒出来后 就给老太太送去 可小翠刚刚离开 一个黑影突然进入厨房 并且在鸡汤里面下了一些毒药 可就在这时阿宇来到厨房 嘴里还不停地说着 小翠又给自己留鸡汤喝 今天正好先让我喝几口解解馋 可阿宇刚刚把鸡汤喝进肚子里 立马就有了反应 阿宇就这样领了盒饭 这边 老王为了能够得到施家的家产 他又开始作妖 只见他拿来一瓶强酸 直接倒在升降机上面 他的目的就是把施老太太给活活摔死 当施老太太路过的时候 果然出了事 可就在施老太太掉落的时候 正好被老王的父亲给接住了 父亲知道 这一切都是儿子所做 于是就将他一顿臭骂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老王的母亲 竟然也站在儿子这边 任凭他为非作歹 并且还将丈夫一顿臭骂 妻子还说道 只有把施老太太弄死 他们才有机会霸占他们家的财产 可是他们所说的话 竟然被窗外所藏起来的黑衣人全部听到 过了没多久 女人就找到阿秀 并且给了他许多钱财 女人让他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可就在阿秀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时候 地龙竟然再次出现 不管不顾地来了一场斗地主 就把阿秀送去领了盒饭 老管家听到声音后 赶忙出来查看 他看到一个黑影在自己眼前闪过 而这个人很像李医生 于是老管家赶忙前去一探究竟 可就在他来到拐角处 竟然被地龙抓住脚踝 还好老管家及时正脱开 来到厨房后 老管家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这个人 不是别人正是老王的母亲 原来在刚才 他也被地龙给送上西天 而老王也被地龙一同送去领了盒饭 还真是多行不易必自毙 隔天 父亲就带着女儿 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在临走的时候 姨父把施家的财产交给了小红 还说道 等你到了20岁 就可以继承施家的财产了 如果想要知道什么 那就去古井问问吧 到了深夜 小红发现奶奶不见了 直到天亮 小红也没等到奶奶回来 之后 小红就让老师陪同自己下到古井 在这里 他们发现 里面有许多白骨 而且在古井旁边还有一个洞口 随后两人便进入洞口 当他们进来后 正好看到施老太太 正抱着一个死因 施老太太在看到他们两人来到后 立马就掏出一把剪刀 就刺向他们 老师不小心中了一刀 当场就领了盒饭 可就在他准备要解决掉小红的时候 一个蒙面人突然出现 直接一刀 就将施老太太的头颅砍了下来 接着黑衣人告诉小红 自己是他的爷爷 而施老太太根本就不是你的亲奶奶 接着黑衣人接下黑金 原来黑衣人不是别人 正是家里的老管家 随后 老管家就告诉他 在多年前 施家老爷子的妻子不能生育 于是 老爷子就找到一名丫鬟 让他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当孩子出生后 施家就将他们母子两人 关进地下室 由于当年处于兵荒马乱的年代 施家在准备搬家的时候 就抢走了丫鬟手上的孩子 而且 他们不给丫鬟活路 直接将其锁在地下室 准备将其活活饿死 可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刚出门就遇到了土匪 他们一家十几口 全都死于费命 而丫鬟被他们锁在地下室 这才逃过一劫 之后官府来人后 就把所有的尸体全都扔进枯井 而且还把丫鬟的儿子扔进井里 也就是这个时候 丫鬟的精神出现了问题 而老管家 当年因为出门办事逃过一劫 于是他就和丫鬟商量 把自己的儿子养大成人 来冒充施家的公子 这样的话 施老太太就可以继承家业 而施家的规矩则是 只要年满二十岁 就可以继承家产 可是施老太太 怎么会轻而易举地 把财产送给他人 于是等到他们二十岁的时候 就将他们一一杀害 可就在两人准备逃离枯井的时候 地龙再次出现 老管家让小红先行离开 随后 老管家就被地龙给吞噬了 小红健壮 赶忙上前拉扯 不成想一把 就将地龙的壳给扯了下来 原来所谓的地龙 竟然是李医生假扮的 他说是施老太太给他钱 让他这么做的 最终 小红拿起烧红的木棍 烫在李医生的脸上 接着李医生一个不小心 掉进滚烫的开水锅里 一命呜呼 电影到此全部结束 请不吝点赞订阅